想画出带光杆的葡萄吗? 需要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,我们把一串葡萄分作三批来理解进行 第一批,调和较为浓重的颜色 左小扮演,右小扮演,合到一起流出小圈圈 第二步,笔度要呈渐渐变色的中等色调 同样,左小扮,右大扮,队伍排列别省齐 第三步,笔度要渐变成比第一步更为淡色的葡萄 我们开始总结 从右到左,我们按照由重到轻的顺序 把这一大串葡萄用渐变由重到轻的方法画出 然后,这三个层次的每个小葡萄,我们又用渐变的方法画出 最后,我们用浓重颜色的方法填充空白处 用墨点上果旗 晶莹剔透的葡萄就画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